Hello大家好,我是紫色水利子 今天给大家带着这套比赛是之前填好的一场坑 然后是蛛丝马迹的迷子姐 相信大家对蛛丝马迹这名选手大家都很了解了 马甲哥 曾经的三大C 号称世界上最会刷钱的C位选手之一 然后他这套比赛用了他的成名英雄 达纳加 马甲达纳加真的给无数人带来过很多梦想与回忆 这场比赛马甲将会应该能表现出非常好 也是拿出了这版本并不是很强力的纳加 这版本纳加不够强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成型太慢了 在打架和居多 纳加这种偏刷的核心并不是很受关注 就是很受欢迎 也确实不够强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 马甲怎么来操作这场这个纳加 然后他上来也是一个中单纳加位 不是大哥纳加 我认为这版本大哥纳加比较弱 中单那家是一个比较正正常的选择 有快速拥有高等级还是不错的 底下是我的一个零食店地址 例子出我的 还有点看 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最近本周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鲜有趣的活动 只要在本周 今天是周三 只要在本周在零食店下单消费的观众即可参加抽取装备的活动 大家相信这个活动也是大家最受期待的一个活动 然后奖品一样给大家准备的是非常丰富的龙钩 然后还有剑鱼以及 TI5的一套纯正不朽 抽取一名幸运观众在本周下单 只要你在本周下单 消费在这个店里消费即可参加抽奖 然后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 大家有幸运都可以来看看 非常好的活动 然后龙钩跟剑鱼 还有TI5的不朽都是最热门的东西 剑鱼我已经是连续楼出第三个了 希望大家想来试验一下自己人品都可以 零食店也有很多好吃的零食和礼包 大家有信息都可以来选购一下 谢谢大家一入即网支持 左边一安是飞熊TV 然后这个老的福利 现在大家可以在飞熊APP 飞熊视频这个APP里面订阅我 首顾我 然后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就可以参加抽奖送福利的活动 然后这一期活动还是一个倒闭 每期留言都有奖品 然后飞熊这个APP最近也是更新了很多东西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也有各种大神的视频 我以后也会在这里跟大家有更多互动 大家有信息都可以拿出你们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所放的二维码和 或者直接在手机市场里面搜索飞熊视频 即可下载 这边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我零食店看看吧 然后活动非常丰富 都可以来转转 地址就在底下 李子吃我点淘宝点 好了这边那家的加点貌似是一级的C 然后两级的黄点应该是两级 我看一下属性属性是11点力量 加两个黄点没问题 那家还是前期需要一下自己的补充 呃 4点全属性这边是8点 然后两个黄点 11点没问题 诶不是 诶这个算术有点诡异啊 的确两点黄点 4点加7点 7点凉黄点吧 没问题 妈李子这算术 我靠 找个当 那天还有人喷我 说李子你找个老婆数学老师 貌似嫂子也没能纠正你 这数学不良的后果 妈高考数也考的实在太低了 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献丑丢人了 这边马甲基本功还是非常非常硬的 前期补刀也是蛮顺的 补刀方面已经玩压隐磨 12-3 隐磨5-1 那这样玩美毒杀 基本功一定要赢 爱玩美毒杀 都是那种基本功超级扎实 像B神 像赛拉 像马甲 这都是基本功相当无敌的 其实我感觉马甲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边准备过塔 强杀隐磨 直接海向一个滚滚死 但是这马甲要被勾了 血崩一换一 这一波 并不赚 因为毕竟有三个人吃惊严 他刚才只拿了一个助攻 所以并 他只拿了一个助攻 并不赚 不过还行吧 他毕竟先吃到经验 虽然这边马甲复活 也可以把瓶子拿上 双游 这一波游走 还算成功吧 毕竟杀死了 杀死了对面 马甲第一次 惊险躲勾 第二次实在是 这边可以让赛西灌个瓶 有个全水挥油buff 灌两口 非常非常的赚 马甲这个细节 还是非常好的 利用全水挥油buff 现在刀的这个游戏 为什么感觉 大家感觉选手越来越强 他们把细节 真的都抠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 抠细节 抠的真是细 然后这一届 欧美的各大 有些人说 聊聊转会 目前来看 转会并没有什么大动静 都是一些未确定的东西 所以未确定的东西 在这里 真的就没法给大家说了 要不 以鹅传鹅 离子成造谣 发起者 离子不愿干这种事情 所以说 只带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呃 呃 PB 那个就是 一击方面 把 两千哥给踢了 就就这个 目前唯一能确定 还有C9全队应该离开 E应该会选择新的东西 没准E跟两千 有可能会再携手 然后 目前来说 两千的新队 也在组建D梦 D梦也 也组建了一支新队 而且他那个队伍 有苏绵尔的哥哥 然后 也是看来苏绵尔一家子 都是打刀的达人 看苏绵尔这次 能不能 他哥哥能不能 会出现好的成果 这边由于是一姐 第一次小队 稍微会显得有些无聊 马甲这边 还是以补刀为主 一姐这种英雄 没有控制 前击一般不太会主动出击的 这种加点 是中单那家 比较正常的加点 主皇 主皇点 然后-C的一个加点 前击不点盾 到七到八级的时候 点一一盾就不够了 我这里 斯拉克发育 非常非常的肥啊 斯拉克 大哥斯拉克 把配合下路 把对面怼穿了 把马甲这边 这样比赛 帽子有卡卡 我看一下好像有卡卡 哦 海象是卡卡 我说嘛 我看最后战役 感觉名字很熟的 帽子到半天是 是卡卡 卡卡最近有谣言说 他加母老安爹 然后马甲在直播中也这么说过 但是目前来看并不确定 目前还得等转会消息 所以转会消息在这里 暂时不太好说 等大家将来转会 具体细节下来了 然后怎么转呢 李子会第一时间告大家 并且带上自己的分析 目前来看 HCT 这种队友应该能解散 马甲未来的前景 我比较好看 这边一个C 但是真眼直接排了 少年知道对面中有真眼 直接拿吃树排掉 现在吃树是可以吃眼睛的 葡刀福也可以 大家因为树 他现在把那个眼的单位 貌似改成一棵树的缝形 这边缝形一个绑 但是赏金猎人依然难逃 难以逃出生天 这边前期 对面这个阵容 前期厉害是正常的 发屌小鱼人 这边带节奏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这边TS跟美杜莎 前期两个比较刷的一拳 虽然有赏金海向 这种打架能力比较强 但是等级确实比较低 也比较难打 这边卡卡想帮助一波 帮助一波马甲来游走 其实我个人感觉 你像1G跟最近 Quarky Quarky那个 迷迷那个还是比较好玩的 最后战役拿到大射斗杀 怎么说呢 迷迷那个 哎呦 TS前期真是阴霸 我靠 这个英雄将来迟早被削 我个人感觉 他削弱最大的 有可能是改一下他的G 也就是闪电风暴的CD 或者增加加号码 估计目前就这样 我个人感觉120点号码 4秒钟CD 这个技能 不太应该出现在DOTA的这个游戏中 太阴霸了 老路真的是上份路啊 现在太阴霸了 然后迟早将来下个版本会被砍 个人感觉 这版本炸弹人 也是有点强 炸弹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被抓可以直接自爆 让你拿不到经济 而且 他的雷成本比较低 我买雷只要能炸到人 我的经济等级就有 你只要被我炸死 零投入 高回报 这种 这个英雄就显得有点牛逼了 这个我个人感觉怎么学 就是以后排雷尽量有收益 比如说大雷一颗100 小雷一颗50 让炸弹人 就是 才得埋一些位置比较刁钻的雷 如果你的雷被排 让对面酱油 比如我酱油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离子说有点扯 我觉得一点都不扯 为什么 因为你在想 酱油买真眼 是要 就被干扰经济的 无论买真眼 然后插真眼 戴宝石 都是要损耗经济的 这边妈家已经 上报已经看到发雕了 所以他 这个钩 躲钩也并不是纯靠反应 发雕的钩子 靠反应躲 有点 出呼吹 冒了了 有点呼吹了 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就能让辅助在买真眼的同时 就是 大家以后都会积极买真眼 打仗的人 也不用举报了 举报炸弹人 有点无聊 但是也不用举报了 打以后一件炸弹人 疯光买真眼 赚钱啊 我这真眼 拍几个雷 我能收回成本 我赚了呀 我开心啊 而且我恶心到对面炸弹人啊 炸弹人不光 我就不会举报了 对面炸弹人 我也开心了 妈的我能恶心你 不光你再恶心我了 所以说 这感动也是比较好的 这边滚道 海上有6吗 海上没6 海上没6 得走了 看这边赶紧跑 这里 NA过来 一插 真 插起 马甲没大了 A死 这边 马甲你看这里 加点就有好处 属性非常非常足 还没死 按到顶 老路支援过来 一个G 老路开始正式参战 老路这英雄一参战 我那真的是回天命地啊 太强了 最近也是给大家说说 秘密的节奏啊 秘密 怎么说呢 秘密 秘密过去搭 RDZ 这个故事发展过程是什么 这几个秘密遭遇了血败 血崩 然后输了以后 大家开始不想甩锅 这个正常 甩锅这种东西 你成绩不好 甩锅不想甩锅 太正常了 RDZ 这个北美著名大喷子 然后发个帖 说蛮评价的几个队友 帕贝 是个好爹 然后帕贝这个队长啊 好领袖 是个好爸爸 然后给帕贝很极高的评价 然后说宰神 我下辈子还愿和宰神做队友啊 这证明跟宰子激情一辈子 好基友 一辈子一起走 这边场景死了 如果这一沟肯定是圈了 好基友 一辈子一起走 然后他贫贝S4 S4这个人吧 心情好了 他就是大腿啊 心情不好 他就是毒瘤 但是谁让他心情不好的 KKY K神 小K哥 他让 他让我们 他让S4心情不好了 所以输了正常 S4没锅 好给的锅 谁让你让S4心情不好 点一下一个C死了 大佬谁说 诶没C死 屠夫这里 战鼓开了也没杀死 有点小亏 但是他的队友打赢了 一姐就需要这种队友啊 海向老陆这种 打架能力强队友 然后 然后KKY 大家当时 你知道这一篇 帖子在论坛中一发出 大家都碰RTC 因为大家过去觉得 小K哥是一个 比较 比较低调的选手 很有 很有风度的一个职业大神 然后大家都不喷他了 然后就 一下就都说 这KKY 这是不是就说 RTC在甩锅呀 RTC这个甩锅王 妈猜逼都喷他 然后就 结果过两天 大家都一致 倾向Quark Quark更是发了一篇帖子 说RTC啊 这个我也不喷你啊 然后那个 我就说有问题思想解决 你不想跟我解决 怎么啊 但是我依然在努力 跟你解决的沟通 然后 说的 笨装笨 笨屌 然后就 那个 大家都说 哎呀 一致倾向于小K哥 我就 水友一致都说 我就说小K哥 这人就是好 RTC这个大喷 就过两天 再发了一篇帖子 再也是一个正面形象 好孩子 就再说 RTC说 基本属实 然后大家一下 有点 有点慌了 就论坛倒下RTC了 然后秘密教练 1437 也是一名 原来的老念印的队员 然后说了句 说 他们说基本都是对的 这边直接开大 哎 这发条一勾 发条有点慌啊 我说兄弟 兄弟有点慌呢 一点这边也点了一击莫尔顿 九级点一击莫尔顿 这也是一场 重场加点 前级的一击 美杜莎一击的大招 确实不厉害 真的用处不大的 然后 然后大家都觉得 貌似真的是小K哥有问题 一直倒下跳 这边卡卡 我靠掉卡这边 卡力拼三人 杀掉一人 卡真的是 有点天赋了 吓我一跳 然后卡这边 哎呦我女朋友玩游戏叫了一声 吓我一跳 这边老婆老婆 怎么老女朋友 这个该揍了 然后这边 最终 两千哥跟KY 都已经 都是一个四号位 然后 背锅 俩人都是刷 感觉有点像 确实有点像 你应该看了一篇文章 说俩人背锅 都是四号位背锅 这边 你看 琴枪 琴枪貌似是 马哥GX 的确是 这边小鱼人 影魔都过来 这几个人都别跑了 哎呀雪梦 三个人全要死 感觉 这边 能跑吗 还想过来 打小鱼人一套 但是打不死 这边卡 猫子要送一波 不过这波 一姐没去 可以刷一波 一姐抓住这段 非常关键的发育时间 小鱼人再拿到一波 双杀 小鱼人好肥啊 不过 马甲还是 由于他刀多 82刀 13分钟80多刀的美毒杀 还是 还是比较肥的 这边 这边 马甲接着发育 还是顺 依然是非常非常肥 这边 哎呦 这边马甲肥高了 有点小危险 但是开战股 这向威胁走出来 能跑吗 有口魔棒 应该安全撤退 没问题 屠夫怎么只有五级啊 等级好低啊 等级确实有点低啊 这边屠夫 由于前期 不过屠夫帮助几方 又走了 这从双阵容来说 一眼方 稍微要比天灰方 后期强力点 毕竟有一姐这种英雄 头到后期不怕的 只要他们 这版本 TS真的是阴吧 虽然我想 想做TS的视频 虽然我想做TS的视频 但是 TS这英雄 现在绝对是 已经到达了一个 非常无解 谋改 有一说一 以后妈这个词 我想说就说 这你还不允许 我有个口头缠了 真是难 TS这边前击 撑场面 非常的厉害 然后说说一姐吧 一姐这个英雄 一般核心装备 现在一般一姐 都不会选择做林肯 林肯节奏太多 实在太多 一般就会选择一些基本装 比如说像这场比赛 战鼓跟天鹰选一个 夜叉可补可补不补 一般你要妈 这边就是前阶点 足够多黄点 让一姐变得有万顿 以后就会很肉 然后直接奔冰演 当然有打一个例子 一个英雄例外 就是打猴子 打猴子别做属性装 打一道记录 有些人说 离死的妈 我大神装的美兜莎 打不过猴子 正常 你冰演的美兜莎 打不过散尸的猴子 我就敢这么跟你说 但是美兜莎 这种打猴子这么大 直接爆蝴蝶 爆输出 直接蝴蝶MKB 打输出 非常的猛 打猴子很很好打 所以大家一定要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打猴子这种 你称多少属性 都没有用的 散尸 打篮 打美兜莎 篮很快的 没啥锁定 就直接爆输出 直接蝴蝶MKB 然后关键是 MKB该出还是得出 有好多人觉得 美兜莎MKB很扯 其实一点都不扯 很厉害的 这边 双绑 封银这个绑 不错 封银这几个绑 绑都还挺好的 这边一勾 小江想拿刺 躲钩 撞钩 这边屠夫感觉 要死 战骨一开起来 这里 封银一个绑 尹魔这一炮输出 能打得不错 但是一波 小鱼人来了 能收割吗 尹魔直接把自己 吹风吹起来 还是得死 A死 又对面一波 血蒙团灭 只死了 这一下 一戒飞了 马甲这种一戒 就是前击加很多点 能让自己的 属性很高 中期打压能力 就会相当强一点 这种比过去那种 裸林肯的一戒 要跑得多 打压能力 要强得很多 而且现在一戒 我推荐中单 这英雄不中单 打大哥实在太弱了 30分钟没用 你最快 打到冰眼 你补点 基本的属性装 加上冰眼 怎么最快 你也得在20分钟出来 前20分钟没用的 基本完全对有四大六 你玩就知道了 一戒这英雄 我玩的还挺多 因为我自身 算是一个一号位选手吧 打C位居多 对于所有的C 都有一定的理解 下一期给大家 补的是RDZ的火猫 然后再下一期 打算给大家带来 一个罗岛的猎丹 地法师 不再像过去那种 狂暴刷地法师 罗岛教你打猎丹 地法师 斜的要死 但是 也足够看出 罗岛的大局观 真的厉害 这边老路被勾到 雪晶石 能抬一手吗 抬不了 美杜莎A死 一个独呼 但是这一波感觉有点难 美杜莎准备开大吗 不开 C一下 这一波怎么样 美杜莎直接选择开大 反打 这美杜莎好厉害 A人好疼 但是还是打不过 赶紧跑 大招完了以后 就不要那么凶了 雪崩 SF这边 这炮压得有点瞎 SF这个大招摇 美杜莎能接着A 能A死SF吗 能法SF直接A死 老路也活了过来 双方在这打得很激情 这边封营一个绑 那小英人也得脱离战场 打不过了 封营这里也得撤 这一波天徽莎赚了 天徽莎肯定赚了 因为他们经济是落后的 天徽莎这波落后经济 然后所以说 他们打了一波 一万三 绝对赚的 但影王死了 有点伤 剩下的还好 小英人这边回不过来状态 准备再搞一波美杜莎 没C到就雪崩 不是 没E到 没拉到就雪崩了 美杜莎这一套 也是激莲赛那套 冰眼套 应该是也是青城套 应该是美杜莎最好看的 玩美杜莎稳赢 这些对马甲评价还挺高的 职业玩家 真是天天有人送套装 离子也希望 有人给我送套装啊 闹着玩 闹着玩 离子喜欢什么 都会自己去买 不会给大家 不会管大家要套装的 离子不是祈求者呀 好了 这边我们来 接来看 然后这边一姐接着刷 接着发育 不过现在有一说一 DOTA2确实是装备很便宜了 套装就几块钱一套 除非那种新套 新套有的二三十 剩下的套都相当的便宜 真的都特别便宜 所以说威慑做东西还是挺良心的 当然你要弄抬杠 你说离子揉的东西 龙高见语的都不便宜 我想要 我想要 你想要就来零食店买零食吧 既然你不舍得买 买点零食 消费品 消费就可以参加抽奖 哪怕你中不了奖 也可以吃零食 还是不错的嘛 这边来接着来看比赛 比赛经营到了20分钟 局面上肯定还是 艳芳要优一点 但是领先并不多 领先了5000块钱 20分钟5000不算多的 这边一眼接着刷 哎呦 海象又死 海象跟谁一换一换 拉席克这边 二换二 但是感觉亏了 二换三 海象跟拉席克都算比较肥了 一解这完全不看 狂暴刷 马甲让你明白什么是狂暴刷 马甲这种选手 我真的觉得他需要的是一位小八这样的人 能有队长的风范 能带着他 教他就指挥他怎么打 马甲当年在图服的时候 最近点一句话 看着打 妈的你作为一个指挥 让队友看着打 这玩毛线啊 我靠报警了 哪有说让队友看着打的 你见过 你见过FY IG为什么打得很乱 队友个人能力都抢 罗岛啊 大逼啊 大妈 他们个人能力都抢 大妈最近可能有好多人黑 但大妈其实 我个人感觉 大妈将来换好队 调整好心态 依然能打回电风 大妈状态不差的 完全是心态崩盘的 有些人觉得大妈状态炸 其实大妈状态真的不炸 他完全是心态崩了 队友什么时候没自信了 心态崩了 这就证明 来不及了 这边马甲细节还是不错的嘛 遇到图服 接着这边海向一滚 哎呀海向神圈 再见 直接被给死 拉海向反打 这里小银人装备也很不错 我小银人直接开大 开大招 一个双插 能插到两个人 哎这阴差阳错 插到两个人 打不行 A死一个发掉有刃甲 但是马甲不需 马甲装备很好 站路 直接双杀 这一波雪梦 小银人感觉也得死 那一跳过来 一下A死 马甲这波拿到了非常多的人头 两个人头 舒服都不行 这边SF冰眼了 直接已经冰眼了 小强TP过来抓影魔 但应该抓碰 大妈有些人觉得黑他状态不好 其实状态真的还行 你看大妈操作 迷惊还在的 看到这些最近的直播 他迷惊确实是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就太难了 一个队友没有心态了 就没得玩了 这边马甲最后一下A死影魔 一个队友 一个职业玩家 他心态崩了 基本上就没得打了 千万不能心态崩 所以我希望大妈早上调整好状态 我绝对大妈粉 从大妈最早打职业 在TOT打职业的时候 就很喜欢这边圈 很有灵性 他原来打酱油的 也蛮有灵性 也跟现在FY很像 他需要的 IG刚才话题扯远 他还是有点 他就是怎么说呢 需要的是一个好的队长 跟马甲一样 IG最大的题是什么 也是没有一个好的队长 船神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队长 这边老鹿 这里马甲快跑吧 我可四个人 你也敢跟对路 我承认你装备很领先 但是也不要太冲动啊 这一波现在就 就是所以他需要一个小八呀 小FY这样的 我觉得真的 马甲什么时候能放下身段 就是别在沉迷于此 过去的成绩中 真正找一个 和他的队长 没准他就能 口上巅峰 没死 小一人怎么前进 盯着海向队里啊 我真是报警了 被影魔一块压死 小一人这里 被赏金上标记 一个定 绑一下 但是一姐很刚 把一姐姐吹起来 也搞不定了 一个粉撒出来 杀了小强 双双这位互换 不亏的 一姐直接 对撸 但是一姐 感觉要捐 死了一姐 哎呦 难 一个粉 撒到了 减速到了 能不能追上 影魔吹风在CD 应该 这很难了 这应该追不上了 风影能绑一下吗 绑不到了 绑不到了 那这应该是 杀不了了 海向 天子来了 哎呀 马甲看一下呀 看一下 再一个技 哎 图伏一个高 救人 相当不错 发雕灯 哎呀 被吹风吹起来 雪崩 再见 没办法 好 你和这个世界一样 终会被毁灭 这边刚才什么鬼 我们再看一下 妈呀 死他就不看了 这边追赏金 撒粉 看赏金 是要不要轻松 接着跑 赏金应该能跑 一般他有 标记里 有加速 问题不大 就这边 赏金选的翻打 老陆来了 一个技 减速 再过来 开大招 直接输出 再一个技 老陆这技 CD真是报警了 有吹风 有吹风 有吹风吹起来 再见 死了 具体的结局 剧情就是这样 老陆来了 收了一波 收割了一波 但是 确实不够肥 老陆这个老陆 不算肥了 钱都让美杜莎耍了 他前提基本在这儿 橙局面 没怎么刷钱 吹风接勾 再次证明 吹风是能勾到的 但是 这个绑 猫子没有绑到 雪崩 还行 换了个老陆 大家可以看到 吹风接勾 可以直接勾到 这个咱们可以承认 吹风接勾 直接可以勾到 很多人问 吹风能不能被勾 吹风能被散尸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吹风绝对是能被散尸的 这点 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里 马甲接着 两二波恩冲碍式 然后天文猫更新 两个推推 发雕出推 是比较正常的 发雕推 推棒也比较好用的 刷剑也是非常非常快 技能都点满了 把分野剑也点满了 盾也点满了 17级了 也是一级大 马甲 这时候感觉大招 加太早也没有用 他大招效果确实是 不是特别 车上性并不是很高 哎 这边被勾到 第一时间开 打 就突负自己 突负 我也就是吓我马甲一架 也杀 还是肯定杀不了的 也不太可能能杀的 马甲冰演完了以后 可以分身 也可以 蝴蝶 都行 估计会不会先把分身坐转吧 分身属性比较足 这场比赛 对面没有什么 美都杀特别虚的 没有猴子这种猴子的敌法 这种英雄 所以他一般成熟性 像这种薛兰系的英雄 薛兰系这种英雄 直接他就可以 出不用补太多属性 因为你属性再多 也是被敌法 分身敌法 或者散尸猴子这种 完全把蓝打光的 所以说 打这种英雄 爆输出 补蝴蝶 就可以 增加点 因为打猴子 蝴蝶特别好用 大学兴 你都给来试试 拉一波野 细节还不错 马甲小细节 马甲就发目的细节来说 无可挑剔 是一个好c 绝对是一个打前很好c 但是马甲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他打一些切入和 有时候感觉怪怪的 但是你要打这种纯发目和 马甲真的是一把 一把好手 打刷子 简直是 这边可以把塔翻补了 抢不掉 一眼下塔已被赶补 哎呦 现在的攻击力 确实比较高了 这边正面 撸起来了 但是马甲过不去 往这边走吗 这 蛛丝马迹 不在 感觉有点难 双方经过一波拉扯 追风追起 过来 摇大 这里减速到 但是赏尽有个大鞋子 哎 图不力勾 没勾好 这帮马甲 十个观众那边 准备可以过去打 收到这边兵 可以打 老路在一个T 也杀了NA 这个双叉很关键 马甲来了 马甲来了 就应该是收割了 太大了 美杜莎 这波收割 这里虽然赏金被勾到 赏金能不能死 反身对点 推棒推下 我这半天没死人吗 A下 A死 队友撑了很长时间 确实队友 这波马甲 有点喝汤的感觉 队友撑了 非常非常多时间 这足见老路这版本之音吧 老路海象 这版本绝对都是最厉害的 赏金也补了一个大鞋子 其实我一直觉得像赏金这种英雄 真的就是像这样的 大鞋子大勋章好用 大根的打路人还行 开黑 开黑我觉得打赏金还是奉献的要好 但是也得看阵容 如果你队友实在缺输出 赏金补大根 实在缺宝发 大根什么输出也还可以的 这边勾过来 双方八条开刃甲 这先秒一个 但是后面的怎么办 赏金直接选择买活 这波交换 其实眼方跟天方都差不多 眼方有标记 天灰方主要是 经济比较落后 所以说赏金会多一点 很多人问说 TI以后版本会怎么改 个人感觉有些英雄 肯定会被削弱的 老陆这我刚才也说 炸弹人应该会被削弱 琳娜感觉也有点强 琳娜可以把D的伤害 的魔号稍微改一点 然后A杖的大 有点克制核心 确实以后感觉 琳娜的A杖大 可以削削伤害 或者削削CD 这种都可以的 然后还有什么英雄 海象确实有点强 这些热门英雄基本都会被砍 飞机更不用说了 飞机下版本 CDRCD肯定没这么快了 而且应该会增加点耗篮 飞机这种平栏 英雄让他线上放不住 G4R就可以了 至于一些游戏机制的改动 感觉 感觉这个金钱奖励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 因为你我感觉有一点金钱奖励 这个游戏其实改动挺二的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优势方的一方 跟劣势方的一方 劣势方前期会有很大的优势 我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你就比如说我落后 我领先两万金钱 我打个三万三 就是金钱亏的就是我们这边 凭什么 大家开始一般都是从零开始打起的 大家我开始金钱没有领先那么多 我觉得这种游戏机制特别不公平 尤其在路人中比赛还好 比赛比较稳 比较求稳 路人里边要特别大 就是我一个超神的尾盒 我评骂送两次人头 你大盒手两拨搞定 你就能帮我的盘 我这个不服啊 我真的不服啊 这边影魔BKB输出双杀影魔 马甲连续都没有参战 小鱼人也更新了冰眼 这拨小鱼人飞起来了 你摸紧你也跟得上 不过马甲这个装备 我感觉 碾压了 说说友谊说友谊 碾压了 呃 一截只要一参战 天文王基本就疯了 因为对方4R5都可以打的 如此有来有回的 他只要一截一参战 一截现在可以打三 我感觉有蝴蝶的 一打三没问题的 看一截就一个人在这段冰线 你敢回来吗 完全不敢回来 这打不过一截的小鱼人 我小鱼人敏捷头这点高啊 我靠 真的有点猛啊 给敏捷偷的 阿三不直接把自己吹风吹起来了 什么鬼 小鱼人偷敏捷有点高 马甲我刚要我 我也这拨 因为感觉自己很强 结果打完发现 小鱼人敏捷有点高 他有点慌 小鱼人引刀 再打一截 但是能秒吗 也还蛮多蓝的 这不太好打了 上进这边有大没肯吗 这边可以接着打 这边突不一高 马甲躲勾 相当不错 这边在反身打 卫光 对 卫光抖风下半分 无敌披风下半分肯定被削弱的 哎呀 这毫无办法 上进标记直接让一截 还把原地A色 没人服就出来了 回家补一波吧 马甲这个血量可以回家补了 一截装备太碾压了 那精进快是小鱼人一倍了 马甲一场非常有教学意义的美度杀 把冰眼尿家里先让他回复快一点 有盾 所以他也不是很慌 这波带队友平退一波 基本的队友就可以喝汤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 为什么给大家做这套比赛 大家可能觉得 李子最近选了很多刷钱比赛 其实不是 这场比赛也是怀念一下马甲吧 毕竟是一姐 这个曾经让马甲 给马甲带来无数荣耀的英雄 真的是让人觉得挺挺感动的 而且马甲对于一姐的发育判断都是蛮不错的 团战中输出加点啊 什么都是挺有教学意义的 古高二也证明了他这套比赛 非常漂亮的一场一姐 十佳的KDA 一姐直接往上上顶了 这完全带队友喝汤了 队友这时候没打了 看马甲这边直接把封印就要A死了 这毫无办法 出太高了 一姐这边交盾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干了一波 往里跑一根 都开了就要盾 已经开始了 这边打小鱼 小鱼人买活 选择撤一波 海象虽然勾过来 但是没用 可能打不过的 只能你们哪能打得过一姐 突破这完全速度 十团灭的 这真是炮台了 炮台撤击 小鱼人也不是 完全不是队友 你给我抽来 直接抽不掉鱼人 这里一姐无敌了 一姐这种装备 完全带队友喝汤呢 刷了一场 该该回报队友了 一姐就是这样的英雄 刷了一场 就该回报队友了 SF这边 虽然活过来 但是没用 发掉夜死了 这一波 满甲 成功收割 这没打了 下一场给大家带来一场RTC的火猫 操作非常好的火猫 然后再下一场罗岛的地板师 目前这个礼拜就应该是这样子了 也是大家有想抽龙钩的 剑鱼的 还有要天舞的 纯金不朽的 然后都可以来 林子灵人店逛逛 买点好吃的 林子灵人店最近也是有很多新鸣活动 有装修的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 给 因为毕竟是七夕 给单身王准备的活动 就是刀套装备 给一些 小情侣准备的活动 就是 送出一份神秘大礼 在这里不告你们是什么了 就去详细的都可以去我店里看看 地址在迭 李子灵的 他不在看我 也是打一波广告 这张马甲快乐装备 你看出来了 他要买圣剑 这时候我说你 哎 小强 这边 A仗小强真是萌啊 十颗浪 小强这个A仗真的太扯了 我个人感觉 小强这个A仗是一个比较失败的A仗 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这打出错觉了吗 你们一届不在这 你那么和人家搞 完了 小强要雪梦 勾过来 发疗 这边推爆 把自己推 二连推 居然就到了发疗 挺不错的 你也这边手里还钻着大呢 打不了的 都给差点大了 小强也好办 我已经死了 手下还开 哎 我以为能勾到小强 就他抬了一手 结果猫自己抬了 这边一眼直接就可以站路了 勾到 但是没什么用 直接A死了 毒物也被A死了 电台杀路 你能坚持这么久 真是 天王没什么抵抗能力了 参与那边就参严了 自圣剑出来 然后应该只能冲一包拳了 没什么用 天徽中塔 已经升线 我咖 这不是卖队友吗 把小强滚进 他自己跳刀跳出来了 我靠包紧了 这边卖卡直接拆了吗 圣剑就为了拆机力更快吗 好 直接拆了 不打算 还是想虐一波 冲泉水 滚进来 大招刚好出发 雪崩 船子都得死 好肉啊 这边 这帽子圣剑要掉 我 风营一波起飞的感觉 我 小鱼人拿圣剑要起飞了感觉 死了 三杀 小鱼人还捡你圣剑了 飞过来 但是我赶紧飞过来 要死的 老罗 小鱼再也不是那个小鱼了 那有圣剑的 兄弟 想道理吗 C住 小鱼能把圣剑捡过来吗 滚一下 但是小鱼直接 小鱼 小鱼呢 引刀了 开大了 怎么这个bug我真是受不了 小鱼人引刀在这里 引刀过来 回回血 先回血 然后再打 这边开港 圣剑小鱼人输入很高 在这边直接老鹿自杀 这卡卡也得死在这里 这里 小鱼人直接开大 卡卡选择跳走 哎呦 我强硬说卡得死在这里 一解这帮太浪了 快来修理家 这怎么小鱼直接4600 我一半啊 小鱼这这赏金走了 兄弟 兄弟的 赶紧跑 被迫两路 因为玛雅这帮虐拳 导致小鱼做了个晕锤 我小鱼装备已经跟上一截了 你敢信 隐磨装备确实不够好 BKB吹锋跳刀 这太穷了 这隐磨基本到现在没用了 打不动人了 这马甲再次开始了新的刷线旅程 本来很快就能搞定比赛 结果马甲因为这波虐拳 有点伤 不过还行 一姐现在这个发布效率 还是相当恐怖的 圣剑掉了 666翻盘了 翻盘了 不过一姐现在这个打前效率 在打把圣剑很快的 强行要复制当年的经典 圣剑掉了 再来一把 哎呦 小鱼人 现在有圣剑 感觉如虎天一 小鱼人 看啊 还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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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盾吧 把战鼓卖了 还要再出一把 圣剑配盾 圣剑带盾 应该是这么想的 打这时候上刚好 刚好圣剑 圣剑可以带个盾 他一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打一个单位的时候 可以把 可以把他什么给关了 把分离剑给关了 这点一定要注意 分离剑毕竟减不应力的 把毛棒让小鸡一卖就够了 拿盾 然后再补一把圣剑 OK 起飞 再来一把 给力 又刷了一把 一解后期刷钱太猛了 真的挡不住这种一解 四十二分钟 大六格的一 大五格 他可以算大六格 刷两码圣剑 补刀方面 三百五十次刀 也证明了一马甲的 刷钱的实力 圣剑还是输高啊 一解再拿把圣剑 小鸡人有圣剑 感觉也很难 逆天 确实很难逆天 小鸡人在后期这种的 想跟圣剑一解 不高 还是永远拦住的 你看 小鸡人完全扛不住了 这圣剑 我们直接送了吗 这边 马甲皮开大了 开大 然后再对 这边 小鸡人虽然主宰比赛 但是依然难扛 神装一解 小鸡人这里打不过一解 这小鸡人圣剑要掉了 老鹿 直接直接把分身卖了 再再减几圣剑 我双圣剑 这攻击力 太猛了 拳头A死了 真的是 这波再重拳 顶一波 滚进来 再一下 这拳头得死了 马甲一波 风光杀术 结束这样的比赛 小鸡人圣剑 还是很难 跟一解相靠横的 最后这样的比赛 还是有惊无险 拿下比赛 非常精彩 再一场马甲的圣剑秀 曾经的感动 好了 比赛也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色水梨子 然后临时间 最近有很多新鲜活动 然后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来看看 试试自己的品 飞胸也有抽奖 大家都可以来试试 好了 比赛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是紫色水梨子